你刚才说,我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温馨和睦,非常温暖的一个家,当时呢我们家里有一本照片,很厚的一本照片,这个呢你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把它烧掉了,烧的时候呢,当时呢你爷爷是跟你小姑住在一起的,这个我小姑就发现那么有烟味,她就上,她是两间房间分开的,上那个爷爷那儿去看那个,她就烧那个照片,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用的很乱。 主要是我们家庭,一家以前就是从他们刚结婚,有一个孩子,有两个孩子,有三个孩子,有五个孩子的照片一大堆,就是说,她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因为她的生活比较富裕了,穿戴衣服,就怕文化大革命中间人家来吵架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吵到,因为突然里面有很多人他跟国民党一些要远的一些照片,包括那个攀工站,包括那个顾约秀,你知道吧,这个人这个你肯定知道,知道,曾经,他以后又回了, 没过大陆,因为当时他曾经当过江泽民的老师,所以江泽民当这位,他回过来,这个人是在教育部里面,他跟着顾约秀也比较好,关键是什么问题呢? 后来他这个为什么被两次吵架,后来定成这个情况,因为他当时共产党认为他是西西派,认为是西西分子,实际上就是教育部有陈立夫和陈姑夫的他们那个东西,因为他是在教育部的工作,那么还是比较年轻有为的一个人,所以说他们这些陈立夫就见过他什么东西,那么有这种关系的, 因为我们当时在上海情况,他就说抗安战争之前,我们家里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好,你可以看很多照片里面看,这个你小姑发现以后呢,把一部分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照片都保留下来,但是已经保留这几张,其他大部分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些照片啊,把部分都烧掉了, 你爷爷呢,他的工作一直是很忙的人,是管大事在外面,家里是从来不管,所有家里的事情,家里的孩子全是由你奶奶带大,奶奶照顾,如果没有奶奶在家里扶持这个人,我们家里可能早就,早就这个,这个,这个,删掉了,你爷爷呢,就很忙在外面,所有家里的事情,把这个孩子弄到什么上学,什么这些东西,全是由奶奶负责,负责弄的, 那四五年以后,你爷爷去了美国,当时是考察以后,当了哥伦比亚大学,这个别是你知高,你爷爷当时开始不在,他十七年,十七年年底什么回来的,当时呢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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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有,有船票,可以去台湾,是两张船票,就是,他给他解决,没解决,就是说,有我,你爷爷和奶奶去吧,行,我妈说,是个不可能的事情,我们,你有七张船票,我也走,你有七张飞机票,我也走,没有, 我们就在这儿,我们这个家,已经,已经,已经乱,就是说,分离团聚已经好几次,我已经伤头心了,我不能再,再去这种,这种事情,当然,你爷爷同意这个时候,所以说,他两张船票也放弃了,我们家里,我认为,特别是你爷爷,非常开明的一个民主的一个人, 我们家里,我们家里,从来,长这么大,长这么几个孩子,从来没有,说,大人骂过孩子,打过孩子,从来没有这个事情,都是跟他讲道理,或者说,你愿意这么做,你就这么做,非常温馨的一个家庭,你奶奶去世的当中,我20年,我大学还没毕业了,你爷爷去世的当中,我20年,我大学还没毕业了,你爷爷去世的时候,70年,在文化大民中间,你爷爷在文化大民中间,又得抄家,又要,但他已经不在, 在沙海寺院住了,已经买到我城里来住了,但是要他每天扫地,要什么,要扫,扫,扫,扫地,那么他情绪也非常,非常低落,嗯,而且你要,要挖牌子啊,要什么的,要去报告啊,什么的,文化大民中间,反正是,你想这个,这个情况,他最后是,确实是,障碍所闻,那么这个,你现在知道,这个,心情, 有很大关系上,嗯,他经过了多少次的运动,多少次的这个东西,一次一次运动都总是弄到他,最后虽然没有什么,呃,但是他的心情,那里呢,特别不好,当时一警察以后呢,他就要清爽了,他这个这个国民党的这个,这个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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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法军有这个几岁大人,就正代表到学校来,接受来调查,新闻师范学校里面有地下党组织,地下党组织呢,说我发,我发了,我发了,当然学术上不错,但是他个人, 上面有很多,第一说他贪污,第二说他,用人为,为,为信嘛,这个用人为信嘛,我发了,后来他调查完那个,没有贪污这个事情,当时,嗯,走程的时候呢,我叔叔,跟我们租到,那两堆房子,也在边上嘛,因为他给了一台房子,我叔叔就跟,他党组织反应嘛,说我哥哥这个人呢,是搞教育的,不是搞政治的, 这个人呢,教育很明,我们将来也需要,同时,这也是一种,他知道教育很重要的,他就说了,这个人,将来我们可以用的,他不是一个,他不是搞政治的,就是说,嗯,这个我们有点可以用,而且当时呢,地下党组织是同意那个事情,而且跟我爸说,就是我爸也比较安心,结果一年以后呢,情况完全是不这样, 家里来抄家,所以说他,又是贪污,又是什么,用,什么这个,用人为亲啊,那么,就把他,就不用他了,原来是要用他的,还要到教育里什么工作,你说这个,这个地下党组织反应这个人,怎么办不行,就我妈讲的这个,这个地下党组织这个人呢,他自己想当这个校长,然后呢,过了一段时间以后,就把他分配到,让他到中学,一个中学里去教育论,我们家里, 就中国的一个,一个侧面,反应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,应该说我父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,他散化梅花,这是跟我爷爷,就是说,你周奶奶,你喜,他画了非常多的梅花,特别是在这个,我自己就非常清楚,在重庆的时候,他星期间是一定要画梅花的,拿燕台,摸摸,是我的真人,我要摸摸摸,我就可以出去玩去了,你,你爷爷会唱困曲,会吹笛子,就唱困曲, 这个完全是跟你,就是跟我爷爷缘成了,我爷爷就会画画,那么唱困曲,应该说,你爷爷给你真祝福啊,这关系比较好,这几个兄弟里面,因为你好多是说,你真祝福的这些东西,当时就给了你,在你爷爷那儿保留了,比较大, 我父亲有一张照片,是蒋介石亲笔写的,苏伊同志,蒋中正正,这张蒋介石这张照片,是个,这个拿了一把军刀,踩了它那个原始的符,很珍贵的一张照片,当时都是在,其实这个在重庆有一个叫青年培训团,他们青年培训团一般,蒋介石是校长,所以说,所有里面别人,都有这么一张,蒋介石亲笔写的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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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赠送给这个,每个学员的这么一个, 这张照片在结婚以后,当然,蒋介石写的苏伊同志,什么蒋中正,慧正,什么拿得了吗,这是他那个很大的一个罪状,现在这个肯定他吵架是拿走了吗,最后觉得是不宜现行反革命的,不是现行反革命的,就有没有抓起来,有没有判刑,有没有什么,就什么,后来就让他们到中学去教授了,就是什么,什么过程。